大家好,谢谢跟大家分享豆瓣粒 豆瓣粒是一种官叶植物 我们只要养护得到 它的叶片肥厚翠绿 非常有观赏价值 但是当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个三叶份 是它的生长旺盛期 我们该给它更换盆土 就要给它换盆 该给它修剪 就要给它修剪 才能控制好猪群 让它长得整个猪群更加圆满 观赏性就会更加高了 像我这一盆豆瓣粒所放在的位置 由于光照不足 导致它产生涂长了 平时养护就是给它 使用了一些根部肥 最常用到的根部肥 也就是这种复合肥 三个月给它使用一次 第二,它的长势非常旺盛 芝卡也是非常粗壮的 沿着盆壁给它直接撒肉 一定要远离根部 这样在后期 它就会慢慢吸收到养分 还有平时养护 最好就是给它喷湿一些绿叶宝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官叶级物 往往都是把它摆放在客厅 或者是办公室 这些地方照射的光照不足 导致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少了 那么它形成的叶绿素也会少 这个叶片就会出现发黄 喷湿了这种绿叶宝 这种有效的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只要形成叶绿素多了 它才会长得有光翠绿 肥厚饱满 半个月给它喷湿一次 像我这些叶片呢 看上来长得绿油油的 这种绿叶宝在家庭食用非常方便 不用湿湿水 它所含的氨基酸 还有黄斧酸等等的一些营养元素 非常充足 只要坚持给它喷洒了 黄叶就变成绿叶了 豆瓣绿的叶片才会肥厚饱满 而且它的根细也会长得非常发达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